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大家直播的A股全职通 我是小兰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到药材证券的股票分析师 潘宁翘 潘小姐来到为我们分析一下A股的情况 潘小姐您好 小兰你好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A股今天的手盘情况了 那么粮市今早是低开不久之后是震荡的走高 那么从上了这个3600点的一个关口 上升指数收盘时报在3607点是上涨了26点 涨幅为0.7% 另外升成指数呢收盘呢是报在12620点 那么是上涨了218点涨幅有1.8% 那么大市粮市成交啊加起来有9087亿元左右 那么这个周末啊确实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而且不利的消息也蛮多的 除了这个巴黎的一个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个影响之外呢 周末的时候内地也是有个反贪腐的行动的一个持续 那么中国证监会高层是落马 再加上这个内地开始是收窄了融资融券的开仓杠杠倍数 那么投资者的融资保证金比例是有50% 上调至了100% 那么在多方不利的一个消息影响之下呢 A股是不跌反升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在这些利空消息之下呢 您认为短期来说对A股会有哪些影响呢 那么巴黎发生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呢 当中呢避险情绪的升温呢 可能会令到呢欧洲的经济方面呢 那么受到一些的一个影响 那么尤其是这个欧洲市场方面呢 那么受到的一个冲击会比较大一些 但是呢在A股方面呢 由于呢周末呢消息面呢 也都是有所这个消化的 再加上呢其实从今天的一个盘面上面来看呢 A股是敌开之后呢 都有一个逐步的一个上升的这种趋势 那么其实呢这个消息呢 也是对于A股的一个影响呢 比较的一个轻微一些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证监会的这个副主席 是这个姚刚呢 也是因为呢涉嫌这个严重危机呢 被调查了 那么其中呢有消息指呢 那么他之前呢是因为呢 那么也有呢跟这个境外合谋来做空这个A股 那么其实呢随着这个 金融系统的一个反腐呢开始以来呢 包括在这个证监系统 以及呢一些金融机构啊 金融的公司方面呢 都有很多的这个官员 或者是高层呢被调查 那么虽然呢媒体也是比较的一个关注呢 但是呢市场也是预期呢 那么随着这个金融系统的一个反腐的一个开始呢 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些官员呢 都被陆陆续续的进行一个被调查 那么市场呢也是对于这些呢都已经是有所预期的 那么这些消息呢对于A股市场的一个影响呢 也是越来越轻微一些 另外呢关于这个融资融券调整这方面呢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是这个融新增的这个融资的保证金比例 那么对于已经存量的这些融资的一个这个业务呢 那么不会呢要求进行这个追加保证金的一个举动 所以呢相应的对于现有的这些存量的一个资金呢 并不会受到一些的一个影响 那么受到影响呢是一些新增的这些融资的一个资金 那么可能呢会令到呢市场的这种上升的一个步伐上面呢 会有所这个减慢 那么并且呢其实这个从长期的一个角度上面来看呢 那么这样的一个降杠杆的一个行为呢 也是会令到呢市场的一种过度投机的一个气氛呢减弱 令到呢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险呢 能够得到一个控制 那么长期还是有利于市场的一个健康发展的 此外那么值得关注的呢是这个人民币汇率方面 那么上周以来呢人民币呢是不断的呈现出一个贬值的动作 那么在这个周末呢相应的在这个G20国的一个会议上面呢 土耳其的一个副总理也是有这个透露呢 中国呢是向这个G20国承诺呢 不会令到人民币进行一个竞争性的一个贬值 那么此外呢像是这个IMF总台拉加德的这个表态当中呢 也是透露出呢这个人民币加入到SDR当中的一个可能性呢 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些因素呢会令到呢人民币呢 那么比较的一个企稳 但是呢也需要留意的是呢 这一年以来呢像是欧元啊日元 以及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呢 都是有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贬值 那么依然呢是不能够排除呢 人民币的一个汇率呢会在一个之后呢 那么贬值到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区间 那么这方面的对于市场呢 是有一种负面因素的一个存在的 那么后续呢也是需要呢继续的一个关注 人民币汇率的一个走势 那么从这个技术面上看呢 这个护址呢今天开盘是跌穿了这个时日的一个均线 之后呢是逐步的一个回升 那么并且呢也是有收盘站上了 重新站上这个10天的一个均线 今天呢两市成交量上面呢都是有所这个萎缩的 并不到一个万亿的水平 上方的阻力位呢暂时依然是看在3650点 下方的支撑位呢暂时看20天线的一个位置呢 能不能够是站稳 那么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在3475点 嗯 就算A股有大幅度的 这样多项的这种利空的一个消息 但是A股市场还是可以齐稳的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周末的时候 巴黎的一个恐怖袭击的事件呢 是震惊了全球啊 那么这次的事件呢可以说是牵动了 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神经 那么更是触发了市场的对欧洲经济的一个担忧 事件发生之后欧洲多国呢 是立即提升了他们的安全警戒的一个级别 那么巴黎呢也是欧洲热门的一个旅游的胜地 那么经此一意呢对于当地的旅游业 无疑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么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的事件呢会对哪些板块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嗯 那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呢 那么令到就是大家都关心呢 对于这个欧洲地区的一个旅游呢 会不会受到影响 并且呢有可能呢欧洲其他的一些国家呢 也会受到呢同样的这种被恐怖袭击的这种威胁会不会存在 那么这当中呢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些 这个旅游业呢受到一个影响 那么从这个国内的一个旅游市场上面来看呢 近几年呢像是这个欧洲呢 都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比较热门的地区 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国内的这些旅行社呢 也都是有启动了这个应急的一个机制 包括呢多家的旅行社呢 也都是推出了一个免费的一个退 这个全额的一个退票的一个措施 那么曾经呢市场也是有预期呢 在这个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一个市场上面呢 赴法国的一个旅游的人数呢 将会以每年20%的这个速度呢来增长 并且呢未来的5到7年当中呢 对于这个欧洲的一个对于法国的这个旅游人数呢 有望是达到呢500万的一个人数的一个水平 那么这当中呢去欧洲旅游的人数呢就会更多 那么受到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影响呢 相应的这些赴欧洲的一个人数呢 可能会出现一个减少 所以呢对于旅游板块来说呢 也会呢可能受到一些不利的一个影响 那么在A股方面呢相应的像是这个凯撒旅游 重信旅游以及呢中国国旅呢 这些公司呢也都是有从事这个 这个出境游方面的一个业务 那么这个凯撒旅游以及呢重信旅游呢 目前呢都是处在一个停牌当中 那么所以呢也是近期呢要留意一下 那么规避一下像是这个中国的国旅 那么此外呢那么赴欧洲的一个旅游业呢 受到冲击的一个带动之下呢 相应的呢这样是航空公司呢 一个赴欧洲的这些国际航线方面呢 也会受到一些不利的一个影响 那么目前上面来看呢 巴黎的机场呢也都是一个正常的运行当中的 并且呢那么国内赴巴黎的航线呢 也都是处在一个正常的运作 那么但是呢那么三家航空公司呢 也都是有针对这一事件呢 有一个通知 那么其中呢像是这个东航跟南航呢 都是有表示呢在11月14号 以及呢11月20号之间呢 这个出发的这个行业 出发往这个法国的一个航班呢 都是可以呢免费的进行改签或者是退票 那么另外呢这个国航也是有表示呢 在这一时间之内的呢 可以进行一个免费的改签 那么也是呢令市场呢 对担心呢可能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影响 并且那么之后呢 随着这个旅游业方面呢 受到一个影响呢 可能呢令这个航空公司的这种 国际航线的一个业务上面呢 会受到一些不利的一个影响 那么在这个从板块上面来看呢 今天的一个三大的航空公司的股价上面呢 都是有一个下挫的 那么这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一个板块呢 近期呢是要回避一下 那么另外呢 那么事件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呢 另一面呢就是呢市场呢 比较的一个关注呢 安防板块上面的一个发展 也是呢憧憬呢 欧洲对于像是一些 这个监控类啊 以及防暴类的产品的需求呢 会有所这个增加 那么此外那么昨天呢 国内方面呢 也是有召开这个反腐的一个 视频会议 公安部的部长呢 也是有表示呢 那么在国内的一个方面呢 也是要重视呢 相应的这个防控的一个布局呢 以及是这个全社会的一个防控的一个状态 可能呢在国内呢 相应的一个产品呢 也会有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长 所以呢那么短期来看呢 这个板块呢也是可以呢 那么相应的留意一下的 各股方面呢 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海康威视 002415 嗯好的 我们感谢潘小姐做出的详尽分析 那么请问您刚才所提及的股份和资产 有吃有吗 没有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节再见